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用再赤了, 今天發合約 我做得很好, 沒脫漏 但做得好是應份的, 不用人贊 沒什麼要改的, 收工吧 什麼?你想走嗎? 馬上打電話叫客人來簽這份約 要不要急? 餐廳不等人, 叫母子咪預約的 母子咪 嗨, 大小姐 你在這裡做什麼? Channel剛剛送了新手袋過來 是嗎?拿東西來給我看看 好 這個不是Channel下季將會推出的 情迷午夜芭蕾系列? 你懂些東西 這些袋子有什麼特別? 這個袋子是由新家民Channel的設計師 三恥一新所設計的 這個是秋冬限定版 最特別的是全個袋子都是用蛇皮做 連手抽也是 而且每一個扣都是二十四基金 你的解釋也非常詳細 不過就由我個人來說 一般的蛇皮 不知道嗎?如果你和Fanny喜歡的話 一人選一個, 我當我送給你們 謝謝大小姐 阿蓮, 你這麼大方 我也想選一個袋子送給Rachel 你不准行 送給女朋友的東西 當然是自己給錢買 你給女孩子選包包 可能這個品牌又送給Rachel呢? 我知道她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Rachel沒有我這麼高貴 很多品牌一出新手袋 就馬上拿來供奉我這個女神 又或者留一些貨給我去選擇 大小姐, 你很威風 別這麼說 我和力蓮揹她們的袋子 就是提升她們的品牌 所以她們就很喜歡送新手袋給我用 不過就算她們不送 其實我也沒什麼所謂 我很多錢, 我有什麼手袋買不到 不是, 我上次看到大小姐 有些袋子買不到 還要和假名媛搶 但她是無知尾 原來你也是無知的Fanny 我和假名媛搶手袋 就不是因為我很喜歡那些手袋 每天我很想看到假名媛搶輸了 那個樣子有多醜 而且有多不甘心 對了, 環球淑女的一百大名媛磅 出了沒有? 那個磅出來了 大小姐, 你的榜上有名 恭喜你 Rachel有沒有? Rachel也有, 但是假名媛就沒有了 最重要是我看到假名媛補 這個磅很厲害 這個磅是全球頂級名媛的指標 入選的人全都是名媛望族 家族獻黑, 他們用過的東西 會成為潮流的尖端 席卷全球, 影響力不容忽洩 最重要的是假名媛聽到我榜上有名 而她沒有 我真是心都涼了 舅舅, 你今晚想吃甚麼?我請 怎麼樣?不用見客? 先見客 馬上打去八千公 訂個最豪華的套餐 叫你們打電話 我叫你, 別妨礙女兒在這裡選包包 你訂桌子就行了 很久沒吃過這些石頭鑽藥物 好吃 德哥哥, 剛才才飽餐一頓 現在有些浪吞苦宴 還有看你的嘴巴 整嘴都是 蓉兒, 你何嘗不是? 太久沒吃了, 一時失疑 還有你的褲眼鏡也是 剛才稱讚你這個合約做得好 你磚頭又做錯事 你磚頭的客人七點 你怎麼跟我說八點? 這些是地書做的 幸好有客人, 待會回去看一看 客人真的很像 你走快點行不行? 走呀… 我的眼鏡 你踩破我太太的褲眼鏡? 行了, 我賠錢給你了 不要走, 一句對不起也沒有 你的褲眼鏡又殘又舊 我賠過一副新的給你, 有你的好處 別以為有穿大了 這副眼鏡恐怕你賠不起 一副爛鬼眼鏡, 我會賠不起? 這副眼鏡是德哥哥 送給我的第一份生日禮物 這麼多年來, 我只是換鏡片 還沒換過鏡框 就算鏡框有事 我會送去德國原廠維修 但是三年前, 這個牌子已經停產 現在不能維修, 想買我的褲子也沒有 聽到沒有? 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用錢買得到 你買不到就等於我買不到 等於收新眼鏡吧 趕時間… 老婆, 我送了一副新眼鏡 給譚校長 她什麼反應? 她的反應就是… 我嘴唇這樣 她想不到你竟然可以買到 一副一模一樣的眼鏡給她 我也說的, 我沒有東西是買不到的 客戶 你花這麼多錢, 怎麼會買不到? 一副眼鏡很貴嗎? 一副眼鏡已經停產了很久 市面是買不到的 你老婆為了要賠一副眼鏡給人 就特地找人去德國 聯絡當地的眼鏡原廠 包了整條生產線 做一副一模一樣的眼鏡出來 看來真的花了很多…很多錢 譚校長這個人這麼要面子 你不是正正經經去面前道歉就算了 總是要花了冤枉的錢 不行 誰叫她說我連一副爛鬼眼鏡也賠不起 我們姓龍的是出豪門 錢可以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進來 大小姐, 哈密瓜的總部 剛剛打電話來叫我告訴你 他們的設計總監Soso 就快退休了 他們叫我通知你 Soso退休之前 會設計一款全球限量一百件 由他親手做的手工手袋 做他最後的代表作 這款手袋內部應購都買不到 所有人, 包括VVIP 都要在指定的時間上網賣 即是連那些這麼有身分 這麼有地位的人都要上網賣? 對 那這個手袋一定欠奔頭 不過開賣那天 我們會去聯絡不到那裡談生意 那裡出名的, 網絡差的 你未必買得到 原本我和Fanny 就會去聯絡不到那裡 跟你一起談生意 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是不是會留下我們其中一個 在香港幫你上網買? 不用了 這些限量版、絕版 全部都是商家的宣傳手法 遲下他們看著手袋好了 就又復出再做過了 那遲下再買就行了 輝輝, 我保譚歪了, 弄好它吧 你今天真有型 我穿著一套 整屆跑車的西裝當然有型 最想不夠時間準備 要不然航空母艦也有你穿 這麼誇張 我們這次出席的是 看來不到公主舉辦的奏會 不可以有半點差池 他什麼來頭呢? 他是看你不到國王唯一一個女兒 國王年紀大了 所以很多事都下放給公主管理 他做一個世界級頂尖的名媛 跟很多政商界的人都有往來 這次是他第一次在香港辦酒會 要請我出席 是我榮幸, 我可以失禮人的 現在這麼多人只請你一個 爸爸也沒有請我 因為我進了環球送女會 一百大名媛 我也是跟他同一個層級 老公, 你覺得他們好像用很奇怪的眼神 看著我們嗎? 難道我們的衣著有問題? 從頭到腳都沒問題 對呀 那為什麼他們會用很奇怪的眼神 看著我們呢? 對呀 Linda, 你的社會手袋呢? 你不要告訴我, 你沒有帶 當然買不到 不然怎麼會不帶這個手袋出來呢? 我不是買不到, 我是沒有買的 買不到就買不到 誰不知道 今期頂級名媛界的寵兒就是社會手袋 只要是頂級名媛 就一定會有這個手袋 你買不到的 重點是頂級名媛 我就算沒有社會手袋 我也是一百大名媛 我是 你是不是?你什麼都不是 我不是要的 好 奧曼曼公主 你的社會手袋呢? 奧曼曼公主? 他買不到 一個連社會手袋也買不到的人 沒資格進來我的球 大力保鑣 你怎麼可以放偽文進來的? 幫我把他們扔出去 慢著 我是接龍集團 人稱龍大小姐的龍迪烈 是你被導致請我來的 還說想跟我談談 毛燕成的合作計劃 對不起 那個計劃讓你買到的手袋 我們再去談吧 怎麼樣? 阿倪, 能不能買回手袋? 買不到 春公十倍價錢也買不到? 好 豪子十倍, 我出到八位數字 都沒有人肯放出來 現在我的手袋這麼矜貴 而且買到的人都是有頭有面 根本不自在錢 怎麼會肯放出來 我真的很後悔 為什麼我不叫阿美來在香港 幫我上網賣? 你不僅被公主嫌棄 你現在還跌出一百大 名換排行榜、接龍 被人傳經濟有問題 姐夫也被人笑 想不到一個手袋會有這麼大的威力 因為這個手袋是代表一個身分 一個不是普通人可以擁有的身分 那你現在打算怎麼做? 我不會這麼容易認輸 我決定了 我親自飛過去巴黎找手袋 那你打算怎麼樣? 我已經找阿美檢查過了 知道蘇嫂有一個弱點 什麼弱點? 她不能吃辣 如果一會兒她不答應的話 我就把辣粉倒進她的湯裡 要十級辣, 打死她 不怕她怎麼辦? 老婆, 你這樣做很殘忍 殘忍得過我沒有手袋用被人笑 你知道嗎?我已經封鎖了這裡的延場 沒有我批准的話 沒有人可以在這裡走出去 如果一會兒她不答應我 我就不給她牛賴解納 今天無論如何 我都要告她做個手袋給我 你好, 龍小姐 我是SoSo的助手 你好 為什麼SoSo會拿拐杖? SoSo對眼睛有事 她現在看東西已經不太清楚 沒錯, 她知道龍小姐是我們的VVIP 她每次出身設計 你都一定會捧她搶 所以她今天才會出來見你們 我們坐下坐 對不起, 我會變成孫子 那是之前那批手袋 真的是SoSo最後一批嗎? 沒錯, 錯過了就真的不會再有了 原來真的有些東西 有錢也賣不回來 錯過了? 原來真的不會再有了 高扒飛、紅藥水你們倆搞什麼? 為什麼趙元送香口膠 會找個這麼老的人回來做代言? 其實這隻香口膠 它的賣點是沒有牙的人都能把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突出這個賣點 就特意找了老叔來做代言人 而且老叔最近拍了幾部電視劇爆紅 那些年輕人很喜歡她的 我不管了, 我看到她的樣子這麼老 我已經不開胃了 我要小鮮肉 你們給我找個年輕人回來做代言 和老叔解約吧 其實老叔這次是最後一次出鏡 做代言人 他做完這次就懂得拍了 還有, 廣告已經出門了 如果現在解約, 賠償費很金 什麼話?再說一次 賠償費很金 不是你, 是你 我是說 其實老叔這次是最後一次出鏡 做代言人 做完這次就懂得拍了 那誰繼續做? 當我沒說過 老婆, 今天想吃什麼? 我今天想吃得清一點 不如就三文魚沙律吧 是, 家叔 拿回最後一碟炸豬花飯 為什麼今天炸豬花飯這麼好賣? 家叔 最後一碟炸豬花飯留給我 收到 行了… 老婆, 你不是說想吃清淡一點嗎? 最後一碟, 不吃就沒有了 我媽媽買了一張粵劇戲票 但她又沒有時間看 你媽媽有興趣嗎? 這次是粵劇大老觀任見妃 最後一次上台 我媽媽也不看粵劇 那張票怎麼辦? 我要 老婆, 你看粵劇嗎? 不看 不過人家最後一次上台 如果不看就沒有了 小蓮自從不能吃那個手袋之後 那個人就變得很古怪 只要一聽到最後這兩個字 就像卓祖魔咒一樣 想也不想就買 是呀, 那天我跟她吃完飯就閒街了 有個地產經紀就想買樓 本來她是沒有興趣的 誰知道地產經紀說 最後一期她就馬上買了 那樓價會升值, 姐姐當投資而已 最糟了, 她不是買一個單位 她是整期的買 那這個投資真的大了一點 她連樓也沒看過 她說如果將來買不出 那可以拿來收租 反正不等錢花錢 錢不是這麼浪費的, 要來浪費 姐姐真的很離譜 連我做配角的微電影 最後一場搭景而已 都說要來看 還要拍照合照留念 其實你們這些都算是小兒科 我那件更離譜 還沒找到一雙鞋 配你最新的晚裝嗎? 也不是找不到的 這雙臉勉強強也配得到 你好, 龍照姐 這雙是最後一雙了 拖包起來吧 但是這雙鞋好像不適合你的尺寸 不要緊, 我的鞋子尖 等等, 這雙鞋出了多久? 出了三個月了 老婆, 你知道最後一雙的意思嗎? 什麼意思? 即是這雙鞋已經放在這裡 三個月任人事 有很多人都把雙腳少過去了 這雙鞋也挺漂亮的 老婆, 你看不見嗎? 可能這雙鞋已經有成千上萬 灰甲的朋友試過 你肯定你真的想買嗎? 你真的挺噁心的 這雙鞋也挺適合我 我還要這雙 只剩下最後一雙 不知道你會否介意呢? 哪有介意? 這雙鞋我看中先的, 我買 那你還要買? 這雙鞋子知道嗎? 找酒精抹一下也沒什麼 當然不行, 雙鞋子要徹底清潔 如果徹底清潔, 原雙鞋不用了 但是最後一雙鞋子 不是嗎?打雙鞋也好 謝謝小姐, 我按卡 那姐姐最後有沒有穿過那雙鞋子? 當然沒有 這個是她的心癮 她根本因為最後一件才想要 不是因為有需要 那怎麼辦? 算是現在家裡已經擺滿了那些 最後一件的東西了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阻止姐姐 要不然她繼續買那些無謂的東西 回家 姐夫, 我和你 一分鐘連睡的地方都沒有了 大小姐, 頌先生, 歡迎光臨 如果我幫你的話 你大小姐知道我一定在死的 不用擔心, 我會幫你求情的 這件事太冒險了 我只是一個打工仔 我真的不想得罪她 我會失去飯碗的 如果她以後真的不光顧你的話 我光顧你 我答應你 每個星期都來幫你開單 大小姐每個月才是你一次 還要不是經常買東西 殺你 大小姐, 你真的很有眼光 這條裙子很合襯你 不過只剩下最後一件 包起來 大小姐 這一套也是剩下最後一套 包起來 包起來 大小姐, 這條鏈只剩下最後一套 行了 真奇怪 為什麼我今天看所有東西 是喜歡的都剩下最後一件 這些貨這麼漂亮 總是比較多人搶的 所以你不買的話就走步了 真是我有品味, 閉嘴 這裡 小姐, 我買完了, 去吃了 好 好 你真是大傻, 把我的電話留在這裡 鬼哥一直被你在美貌吸引著嗎 嘉明媛, 這套裙子也很合襯你 不過只剩下最後一套 你要買鏡拼一下 那條你剛才買的裙子 還不是最後一套, 可能我買的那些是… 不是吧, 老婆 剛才西文的應用程式, 你看看 他說大埔那間粥品麵店 今天最後一套是鹽 吃就沒有了 行呀, 最後一套, 去吧… 舅父, 怎麼只有你一個? 姐夫和姐姐呢? 你姐姐剛才測試了我 剛剛開完會, 晚點刀 教授 阿廉, 又焗焦了一隻焗豬扒飯 那個臭小子當然又想著聽話 貼上刀刀嗎? 那又不是 對了, 我一聞到糯米, 馬上拿出來 中間沒事的 不過那邊就黑了 丟掉了就好像很浪費 是嗎? 舅父, 今早開了一整趟會 好餓 快點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我找到人接收他了 是 阿蓮 家叔 不用看了 今天的焗豬扒飯很好買 只剩下最後一套, 要就快手 家叔, 你真聰明 我差點忘記大小姐 有這個最後的情意見 無論是什麼 只要是最後, 她一定要的 有她接收了一碟焗豬扒飯 我就不用虧錢了 開叔, 你真好意思 把最後一碟的賣剩, 借給我 我龍力年, 什麼都要最新的 你應該第一份就拿給我 是… 行了, 收到 我交… 一起交… 豈有此理 老婆, 這是Soso親手做的手袋 送給你 Soso不是說不再繞手袋嗎 是的, 不過前幾天我去找他 我想就算他真的瞎了 我也做他對眼 一定要做個新的給你 之前你說要去出Trip Game生意 我要跟著你, 你死都不讓我去 就是去找Soso 阿輝不想影響工作 故意開了幾晚通宵 做完事才是飛巴 姐夫可以五天不睡覺, 真厲害 弟弟, 原來連你也知道 不過你這次怎麼搜到秘密 我一保守這個秘密 我本來搜得多辛苦 聰明 這次真的很感謝你們 尤其是你, 輝 你為了學這個手袋 一定很辛苦 為了我老婆, 多辛苦都要 不過這次最辛苦的不是我 是Soso 因為這個手袋是他親手做的 他的眼睛不是有事嗎 是的, 不過其實是有得醫的 只是風險很高 所以他不敢去做手術 後來他聽家人勸 手術成功之後 他就能看回事 他為了慶祝自己對眼重新 又被我誠意打動 所以故意重新做了一個新系列出來 還把編號001的手袋送給你 他還答應我 你以後都會是第一個 收到新系列的手袋的人 姐姐, 你威過了所有人 001 什麼時候都這麼開心? 你看看, 你們看不看 我自從拿了Soso靈靈一篇號 那個手袋之後 我登上了名媛彭博第一位 我昨天去到波, 看到解名媛 他看著我 他的臉又不知多黑 我那次真的很精涼 不受都報了 你掉到最後這個魔咒 我們更開心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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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